歡迎鄉親待到中華新聞的現場 來看這張卡士很堅強的陰鑊生活 為了要來帶動鼓勵 陰鑊文創與在地文化結合 中華市公所是來基盤第四次回規陰鑊 今年更大規模 八月十一號的播一點開始 連續兩天 要請四十組的團 在中華劇事館的講座 跟中華市不在電台前講座 留在演唱 因為回規音樂祭已經辦第三屆 那今年也即將邁入第四屆 中華創大基盤的回規音樂 主辦單位也跟特別喜愛品來參團 就是在第三屆的時候就人還蠻多人 第四次回規音樂祭八月十一 十二兩天 港部的中華劇事館講座 跟中華市不在電講座基盤 中華市長庫更有此次 回規音樂祭基盤的目標 這方便是為了推動電風的經濟文化發展 當時也希望就宿 帶動有得失跟規模的音樂 也有更多風氣 另外竟然希望去音樂祭 中華酒客才是十頭路的中華鄉親 可以回來故鄉做個動路混響 所以賀名祭回規 我記得在四年前我們第一次議員的時候 沒有什麼風動 但是今年非常風動 因為總共要參加我們這次演出的樂團 聽說有120團 但是生多做少 所以說經過我們筛選之後 大概有40團 可以在中華做一個演出 這次我們也非常特別 在我們的彰化市 我們的藝術館 這個廣場 跟我們的彰化縣立美術館的廣場 兩個廣場 李武王 共同來舉辦回規音樂祭 不只自己傷了自己 近一第四年的回規音樂祭越來越出名 今年有來自專國 甚至還超過一百二十組的樂團 參與精算 最後選出四十組的樂團 其中過半首伊雄樂團 都有來自中華的團圓 11 12好2天 要跟中華鄉親分享 好聽的音樂 大家請問中西兩中華 彩虹不得